我对发球机都是不屑于顾的 因为冰冷的机器是无法代替人工的 事实上虽然发球机不能代替教练员的某些工作 但是对于熟练掌握动作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 它的作用不亚于一名培令员 这几年来为了让发球机发挥最大的作用 不至于成为肺铜烂铁 我们开发了100多个系统训练计划 让您的正手反手搓拉接发球等环节更好的系统学习 让老黄带你走进发球机的训练课堂吧 好 各位球迷朋友们 我们的发球机的专项训练第一集就跟大家见面了 这一集总共有10个训练计划 也就是我们正手攻球的10个训练计划 第小节就是我们的正手的原地小碎步攻球 我们突出的是脚底 就是我们这个站位站的站位队了以后 我们突出的是原地 没球的时候我们都要调整 打完一板调整 打完一板调整 那么大家在调节这个参数的时候 一定要调节慢的上旋的这个参数 不要把参数调的最快 我们调为1 我们调为5.0 这样子的话确保球能够出来 那很多球迷打的时候呢 每一次训练打完一板 他的脚都站死 我们的这个目的是训练什么 就是运动状态的目的 打完运动状态的目的 不要停 一直不要停 那么这个训练计划最好是 你感觉到有点累 就是一组 这个训练大家要注意的 来我们可以给一下我们的运动员进来示范一下 注意运动员的脚底 站好的脚底来左脚启动 球没来的时候你都要动 动完了以后再走拍 对的 这个训练计划是非常有用的 你在家里面打发球机的时候 不要在意手上 一定手上不管他打的对不对 你就要先脚心动起来 打每一板动起来调整 这个是我们的训练计划 那如果说很多球迷在打的过程当中 如果这个脚底不熟练的话 先可以做徒手的小碎步训练 这样子的话 能够上台的话 他就有动的动作 如果累的话 这个的话就可以停 慢慢的加量 反正的话在打球的过程当中 对我们的运动员是非常有大的帮助 以后你打球的时候 就是从运动状态到运动状态 而不是打完一板停 站死在那里 第二节就讲我们正手攻球的 小碎步加重心交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打这个球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小碎步站好以后 调整以后 一定是身体带手 不要去手去拉 如果手去拉 我们是没有重心的 一定是再找找 过来 我们就有重心 再找找过来 每一板都是按照这个节奏去 千万不要快 把球发的速度慢 就是让大家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去做动作 不要快 快就是慢 慢就是快 所以说的话 我们要把基本功练扎实 来让我们的运动员示范一下 注意 注意起到重心压过去 不要手拉拍 用重心去带拍 对 漂亮 你看这个重心就很顺了 他打的过程当中就非常顺 注意不要停脚 不要停脚 每一板对好拍头 重心带 重心去带 身体的反应再大点 重心再快一点点 好的 来 如果说是我们很多球迷 在击这个球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是走的时候 这个手的反应太大 你的重心交换是有问题的 手千万不能反应过大 这个训练计划就是 让我们的小碎步加我们的重心 将来你打球的话 它都是从脚底开始 再到重心再到上身 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 力从下面传递起来 整个下面的框架打造好 那么在这个练这个训练计划的 可以忽略上手 但是下面的动作一定有强意识 而且的话就是练的时候 当我感觉到累或者疲惫的时候 这个要停下来 要休息一下 这个计划可以经常去练的 好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正手 弓球的训练第三集 第三集讲小碎步加重心 再加上前臂 这三个动作一定要连贯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前臂有问题 我们可以去专门去练习前臂 也可以去慢一点的徒手 或者说是我们用拉力绳来拉 把前臂拉出来 那么这个训练的话就要注意三个意识 一个是脚底移动的意识 一个跨步重心带动的意识 再加上一个前臂往前收的意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顺序是有的 一定是从脚底跌到这个 再到这个 这个顺序一定要有 不能说是这样子就走 这样子就走 它没有顺序 这样子练的效果是不好了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运动员来进行训练 琴臂收好一点 对 收小一点都可以 启动 启动 收 越小越好啊 琴臂 对了 很好啊 放松收 放松收 对 这样子以后你拉球的话就非常好 特别是注意跨步那一下 你看 对 对了 这拉球就非常舒服了 跨步一顶一下收琴臂收上加快 我们业余球迷都是可以这样子去练的啊 如果说是我们哪一个方面出现问题 那我们就着重练哪些方面 比如说你的小碎步跑动范围有问题 比如说你的跨步有问题 再比如说你的琴臂要有问题 我们可以单向的练 单向的练再加上这个整体的动作 这样子的机球稳定性啊 在打发球机的时候 对基本功的发力顺序啊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来我们在在看刚才运动员演示的时候你去打的时候可以去强调 比如说我们现在三位一体脚底启动跨步再向上前臂三位一体去走的时候动作可以做小点 但是每一板都要有什么机球的发力次序跟还原 千万不能守 我要打完一板的话还不圆或者发力顺序出现错误了 先动手再动脚那是不对的 好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